工作太忙憋尿 打牌手風正順憋尿 玩手遊看電影沒有結束 繼續憋尿 憋尿會危害到生命的危險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哄響醫師 歡迎來到聖寶斯的聖章專科頻道 一起保護腎臟最快樂 年輕的時候膀胱有力 塞車憋尿 找不到廁所憋尿 廁所太張憋尿 重要的約會憋尿 工作太忙憋尿 打牌手風正順憋尿 玩手遊看電影沒有結束 繼續憋尿 從年輕開始養成憋尿的壞習慣 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過去 身體會出現什麼恐怖的傷害 今天的節目非常重要 也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一定要從頭到尾看到完 若你有什麼恐怖的憋尿經驗 也歡迎留言跟大家分享 更不要另於幫我按讚跟分享 才會有更多人看到這部影片 憋尿是指感覺在需要排尿的情況下 刻意忍住或延遲排尿的行為 正常人的膀胱的容量大概是350到400毫升之間 而男女生的膀胱容量不一樣 女生的膀胱容量比男生大一些 容量可達400毫升 男生最多大概可達到350毫升左右 一旦膀胱超過尿液的儲存量就會產生排尿感 通常是200毫升左右就會有我們想要尿尿的那種尿液 基本上尿液儲存如果超過400毫升 就被定義為憋尿 假如每次都只排出200毫升一下就是頻尿 長期憋尿會讓膀胱長期處在一個極度膨脹的狀況下 讓膀胱缺氧、血液循環變差、尿液逆流、神經功能失調 長輩憋尿甚至可能出現不可逆的恐怖的一些生理情況 甚至憋尿會危害到生命的危險 以下是我整理憋尿對身體的傷害根據嚴重程度的十大排行榜 第十名下腹痛與腰痛 憋尿可能會導致我們腹臂、腰部、骨盆肌理群的緊繃 長期下來腰椎會過度的彎曲或肌膜、筋膜發炎 而導致不明原因的下腹痛與腰痛的產生 第九名 尿道狹窄與排尿困難 憋尿會可能會使我們的尿道闊躍肌跟一些B尿肌收縮不協調 導致尿道狹窄 最後導致要排尿也排不出去 排尿困難會引起膀胱 塑尿管逆流 塑尿管水腫、腎臟水腫等 嚴重的甚至需要靠手術治療 第八名 慢性前列腺炎 憋尿會增加前列腺的壓力和壓迫感 導致前列腺腫脹充血 也會導致細菌進入前列腺 進而導致慢性前列腺炎的發生 這是非常痛苦而且影響我們的生活作息的一個症狀 常見 胃冷發燒 下背疼痛 會陰部 睾丸 陰筋疼痛 排尿時無法一次排肝 平尿且排尿排便和射精的時候都會疼痛 第七名 泌尿道結石與血尿 憋尿會導致尿液過度的濃縮 產生結晶 進而導致泌尿道的結石與血尿的機率大增 通常後腰到下腹會出現疼痛、痠痛、腳痛 甚至割痛等劇烈疼痛的狀況 大結石甚至有可能會導致我們腎臟 跟塑尿管的水腫與急性腎損傷 第六名 平尿、急尿與尿失禁 憋尿可能會導致我們膀胱過度的充盈 膀胱容量增加 膀胱壁的肌肉過度的伸展 神經功能失調 進而導致我們膀胱肌肉疲勞和無力 而導致我們平尿、急尿 或是只要大笑或爬個樓梯 都會漏尿的尿失禁 第五名 泌尿道感染 憋尿會使尿液在膀胱中滯留 超過六小時 就容易引起細菌的繁殖 增加尿入感染的風險 嚴重者甚至引起一個叫急性腎於腎炎 腎濃癢 甚至敗血症等 第四名 突發性的高血壓 憋尿會導致我們膀胱腫脹 進而刺激我們的膠感神經系統 使得血管收縮 血壓突然飆高 突發性的高血壓 會導致急性腦血管 與心血管的梗塞 甚至圍繫生命的微症 也就是說 憋尿憋到中風與心肌梗塞 第三名 慢性腎衰竭 憋尿可能導致腎功能受損 進而導致腎衰竭或尿毒症 研究顯示 憋尿的時間過長 會導致我們腎脹血流減少 進而損害到我們的腎絲球的過濾功能 長期憋尿的人腎功能較差 時間一久就會造成腎脹萎縮 必須終身洗腎 第二名 膀胱氣勢 憋尿可能導致膀胱壁肌肉的虛弱 或者說 需要用力膀胱收縮來排尿 久而久之 膀胱壁的肌肉不均勻的 增厚 可能排尿時又因為尿路的阻塞 尿液往往需要往薄的地方去亂竄 結果往外突出 形成大小不一的膀胱氣勢 有人甚至多達二三十個膀胱氣勢 因為膀胱氣勢導致排尿不乾淨 有可能會引發慢性的尿道感染 甚至膀胱結石 甚至有研究 還有可能會導致膀胱癌 膀胱氣勢的出現 可能跟憋尿有關 憋尿的時間過長 膀胱氣勢的發生率就越高 第一名 膀胱破裂 憋尿時間過長或憋尿時劇烈的活動 可能導致膀胱破裂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併發症 可能會導致我們腹腔內的感染 失血性的一些修課 研究顯示 膀胱破裂是憋尿病發症裡面 最嚴重最嚴重的一種 需要及時的進行手術治療 否則會有生命的危險 看完以上憋尿的十大恐怖傷害 希望老師們老闆們排桌與手遊的朋友們 萬一你身邊有人跟你說他要上廁所的時候 請讓他順利去上廁所 另外逢年過節出遠門有可能會塞車 有可能找不到廁所時 可以準備個隨身可以上廁所的 那叫隨身急尿袋或成人止尿褲 不要再憋尿了 年輕時養成長期憋尿的惡習 一旦進入中老年人 人生是非常悲慘的 今天的節目就到尾聲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的腎臟健健康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